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辣子的妈妈 这位是小辣子 大家都知道小辣子喜欢画画和那个做手工 平时在家没事干的时候 经常会用这些精心铝土捏一些小东西 他说是章鱼 但是我看不出来他哪里是章鱼啊 不过挺可爱的 看看就这两个 一个冰淇淋一个小章鱼 这段时间才捏的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同一个东西小辣子画出来和捏出来 哪一个会更好一点点呢 所以呢我们决定今天来挑战一下 好不好小辣子 好请屏幕前的你们来当评委吧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 你们认识他吗 他就是可可爱爱 活力四射爱无问题的呱呱龙 咱们现在最准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很难找 既不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黄色 咱们只能混了 好这个是你的强项 你看咋办 就感觉这个浅一些 这个又森一些 可以把它混在一起的里面 还需要一个紫罗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基本上好像是 我之前见过清清淇淋都没有这个色 这个还挺像的 就用这个吧 好 第一步混泥混出我们想要的颜色 你最喜欢混泥了吧 对这一刷 头型已经出来了 小辣子的巧手确实不错 你怎么跌一半又去看了呢 小辣子 找人物形象 一只认真舔毛的猫 和一个认真捏娃娃的小辣子 到时候跟他接一条藏藏的大尾巴 就在这个位置 压点边 这个团子 吹进我的心里 每天看你照片 期待每一条消息 迷人的风景 那是你的眼睛 Oh baby 看不到你 我是你 特别想你 降片的微风 吹进我的心里 每天看你照片 期待每一条消息 迷人的风景 那是你的眼睛 Oh baby 看不到你 我是你 我是一只龙 一只什么龙 我是一只龙 一只什么龙 一只活力四少 爱我问题可可爱的呱呱龙 经过两个晚上的努力 我两服装品终于完成了 好我们来对比一下下 这个是轻轻捏捏的 这个是用马克笔画的 然后呢 这个是呱呱龙本尊 大家可要看仔细的哟 我妈妈个人认为捏的比较好 因为捏的更生动形象 屏幕前的评委们 你们认为哪一个更好呢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答案